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香蕉来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把香蕉去皮 然后切成小段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散 把香蕉段放到鸡蛋液中 裹上一层鸡蛋液 在放入面包糠中裹上一层面包糠 像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烧油 油温至五成热的时候下入香蕉段 全程用中火炸 中间给它翻一次面 确保受热均匀 一直炸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香蕉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又甜又软 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